Hello 大家好 赛马会做到3月31日就结业了 早前过百名澳门马会马主公开呼吁 马会要在今个月15日即是今天前展开马匹赔偿的谈判 但据消息指出澳门马会已经在3月12日以信涵方式回复马主群组 重新因为解除赛马经营合约后承受极大财政压力 所以未能接受马主提出的赔偿请求 此外马会提醒今年5月31日或之前 马主必须通知马会有关马匹去向 如果在5月31日或之前 马会未收到任何通知 公司将会依据法律运送马匹离开澳门 但没说去哪里 此外倘若马主没办法在明年4月1日前 即澳门政府规定的过渡期前将马匹送来澳门 以至政府向马会收取每匹马每日1000元的罚款 这些罚款将会由马主负责 不过马主指出 年日来马主群组多次邀请马会高层 包括主席梁安琪出席马主的会议 但结果没有任何高层出席 只是给封信 马主新 去年初 赛马会游说马主买马到澳门作赛 但结果买了马 却没办法比赛 这件事需要给马主一个交代 但至于马主群组 会否有任何后续计划 有马主回复 他们说群组里有很多马主需要大家沟通才有决定 澳门马主群组之前多次发公开信件 分别向澳门特区政府行政长官何一成 立法会议员博监局发出公开信 要求赛马会赛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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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 以及土地未來的用途等等 都會成為未來的關注焦點 好,這一集就休息一下 大家想支持我,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下集見